大家好 我是佛主持 文化观众教在佛主水道头文重古楼 办理每个月的普通企业 头发不一样的主题 六月份安排大人并支持 在水道头文重古楼 以及佛主的时光康典典 集结了80间平白餐店 欢迎各位再回来探设体验 日前改做完成 并且进行起用医生的佛主也时光康 在这个团队连加加技当中 也迎来了一张相当劳力的文重餐厅 普通餐厅大人未知事 这件的普通餐厅就在相当地来较大规模 集结了80间的平白餐厅来餐店 铺子的水道头跟我们新整理的艺术公园 那这两天我们特别办文化市集 那全公布共有好几十摊 那可以说来这边下午 整个在这边带家人一起来逛 那挑一些自己喜欢的商品 而且这边的商品基本上都非常有特色 那都不是一般你在商店里面 可以买得到的商品 所以一方面来这边逛街 挑东西 然后跟老板聊天 然后一方面享受亲子之乐 我想这几天的年假最好的选择 就是跟我们破族的普通市集 那因为艺术公园的整理 所以我们扩大规模跟扩大整个经营 所以带小朋友来玩 那大人可以逛街 是一个最好的享受 那今天跟明天 大家记得来铺子的水道头 还有艺术公园 一起来逛普通市集 他这个月就刚刚讨到比亚企 他青春回忆 卖入大人干的世界 为高充 邀请 春冠中典 明信片 生活工业 文聪拜托 微轩 紅酒典 最适合做比亚类物的品牌 并且特别的气味 好家文创一人的店铺 邀请大宝漂流木 小提琴来餐店 以有用的外音 就让比亚生迈立 后一次开拓的警察入店 谢谢新闻正义 邦主持 彩虹博德 从创办人所上 接下这个五星县长 对我来讲是激动的 激动的不是我得奖 激动的是 恭喜嘉义县领 成为五星县领 经常嘉义确实需要 更多的肯定 嘉义为台湾 天生国长一档 它就是一个良差 默默地在后面 支撑整个台湾的发展 那我想 这几年的发展 确实给嘉义人 重新恢复了信心 那我们现在 六个产业园区 同时在发动 那科学园区也在前几天 那整个正式的动土 那我们在 智慧科技荣业的部分 我们走得很前面 而且我们很多的青壮龙 投入到农业的生产和发展 那在环保的部分 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循环在利用 大概是全台湾首创 把费离网跟费荷省 整个转化 体验成所谓的绿色产品 那在整个所有的观光 那也谢谢 那在疫情期间 那大家找空旷的地方 特别到嘉义的各个角落 包括山区跟海边里面去游玩 所以我们的观光的发展 也是历史的一个成长 那嘉义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 那大家知道穷人家的小孩 要比别人更努力 所以谢谢 眼界给我们的鼓励 那我们会更努力 让嘉义可以啊 继续发展 让嘉义的人有更有想象力 也让嘉义的容工大限可以实现 谢谢大家 谢谢 勇敢超越最求更好